第174章 浮潔 空徐徐地落下地面 不顾凌晨等人那垂涎的目光 随手将手中的天灵骨脊 收入乾坤袋 然后冲着林可儿拱了拱手 道 多谢了 你来的也太慢了 我们进来时可还等了一会儿你呢 林可儿也是收好 巡抚在面前的两件灵宝 笑盈盈地道 我习惯一个人了 林洞笑了笑道 真没看出来 你手段竟然这么厉害 竟然能从王盘手中将林宝抢到手 难怪他像是被踩到尾巴的猫一般 林可儿也不在意 严然笑道 运气好而已 林洞笑着道 巡迹也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过多 目光看向大殿的另外一头 那里是深入古墓府的通道 而王盘等人也正是对着那个方向过去 看来他们也并不死心 想要捞取更多的好处 林郎天大哥他们多半已是深入到古墓府中心了 这里的这些灵宝对他们来说吸引力可并不大 林可儿道 文言林洞微微点头 以林郎天王言他们在各自宗族之内的地位 区区中级灵宝的确是无法让他们停下脚步 毕竟那古墓府深处说不定还有着更为珍贵的宝物 我们打算在这里休整一会儿 再进入后面的区域 你呢要一起吗 一旁的涛老笑着问道 门言林洞看了一眼这片大殿 由于领宝之争已经结束 大部分的人都已是马上停蹄的 赶向古墓府深处 而且一些在领宝之争结束后 赶到这里的人更是满心的后悔 没什么收获的他们呢 自然是不愿意就这么离去 于是直接是毫不犹豫的冲向了更深处 一时间这片广场倒是变成了一处过道一般 我先进去随便看一看 若是没有办法的话就算了 见到这一幕林洞笑了笑 虽说此次收获已算不错 但那所谓的急煞阴龙弦 他还是未曾寻到 这可是他此次来古墓府的目的之一啊 若是找不到的话 那清坛也将会陷入危机当中 所以现在可还不能撤退 至于再度与林可儿他们同行 林仲心中有些抗拒 或许韬老以及林可儿尚还能信任一下 但那林晨等人特别是林峰 先前那家伙故意说那般话 无非便是想让王盘对他出手 这等阴狠的家伙 林洞实在是不愿意与他再次通行 在心中想着念头时 林洞的目光也是不着痕迹的 看来看韬老身后的林峰 眼神的深处蕴含着一些冰冷沙意 而后者仿佛也是有所感应 脸庞上的表情也是有些僵硬 身体悄悄地坐在韬老身后 林可儿也算是玲珑心 他见到林洞的眼色 便是明白后者对于林峰等人 亦是相当的厌恶 所以也只能轻叹一声道 既然你执意的话 那便随你吧 多加小心 林洞微笑着点脸头 冲着涛老林可儿拱了拱手 然后这才吹了一声口哨 不远处的小颜也是闪略至其身旁 而其跨上虎背便是化为一阵狂风 直接冲进了不远处 那通往更深处的通道 这小子越来越狂了 望着林洞远去的身影 那林峰不由得低声冷笑道 闭嘴 他的声音刚刚落下 林可儿便是突然转头 力声道 以灵动的实力 两年后宗族族会 必然能够大放异彩 到时前途不可限量 你若是再去招惹于他 真被批了 那就是你自找的 被林可儿一番呵斥 那林峰也是 面色一阵青一阵白 不过碍于林可儿的身份 以及实力 他倒是不敢反驳 只能兴兴地闭上了嘴巴 在林可儿训斥着林峰等人时 林洞却并不知情 在他踏入那条通道后 视线顿时辽阔起来 一片极为宽敞的地带 出现在了其眼中 而在这片宽敞的地带中 有着密密麻麻的巨大木桩 这些木桩充天而起 紧密地靠在一起 分裂出众多的木桩通道 弯弯曲曲的 也不知道通向哪里 林洞也是因为这种地形的转变 愣了一愣 走近两步 突然发现在这里的地面上 有着一些呈现黑色的纸结状 捡起一块桥一桥 似乎正是一条人的断壁 只不过这断壁通体油黑 而且分量集成 显然是金铁所住 而且在这断壁上面 还有着一些寻傲的符文 这是浮潰 一些强者都喜欢制造一点 来玩一玩 用来少家倒还是不错 在林洞为这东西发愣时 小雕的声音在其心中响起 浮潰 林洞难难自语道 简单说来浮潰有三等 上中下 不过你手中的这浮潰断壁 恐怕连下等都算不上 只是能够说是残次品 一些上等浮潰 就算是踏入了造花境的强者 都很难收拾 而且据说在那上等浮潰上 还有着一些更高级的浮潰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在大阎王朝之外 有一些独特的大宗派 便是专门以控制浮潰中名 他们那些家伙控制的浮潰才叫恐怖 有一次我就见到一位涅槃境的强者被两道浮潰给声称撕了 把涅槃境的强者给撕了 听到这话 林洞的脑子立刻就有点当机 什么浮潰这么恐怖 竟然连涅槃境的强者都是能够击杀 林洞想了片刻 依然是无法想象那种浮潰有多么的恐怖 当下只能苦笑着摇摇头 这大阎王朝之外的世界 倒也是稀奇古怪 你若是要找去灵药的话 那就走左边吧 那边似乎有着一些灵药波动 小雕对那浮潰显然是没有太大的兴趣 所以略做讲解后 便是直路 门言临动点了眼头 然后拍拍小言 后着便是迈动着虎步 犹如幽灵一般的窜了出去 快速地篡略在这如同牧庄镇的奇特地形中 林洞也是发现 沿途有着不少的灵符断枝 而且还有着打斗的痕迹 想来应该是有人在此地与浮潰交过手 在接下来的路途中 林洞也是遇见了一些浮潰 不过当他见到这些走路慢吞吞 浑身僵硬的家伙后 这才明白 为什么会满地都是断枝了 这种浮潰实在是太过不堪一击了一点 除了力气大之外 似乎便是只能沦为靶子的下场 在随手灭了几只浮潰后 林洞便是失去了兴趣 轻拍了拍小言 速度再度加快 然而在小言的这种全速奔跑下 林洞沿着木庄通道 足足奔略了十数分钟 但眼前的道路依然是没有尽头 有点不对劲 这种状况再度持续了数分钟 林洞终于是让小言停了下来 面色凝重的道 他感觉到 他们似乎一直在这里打着转 而且这一路来 竟然连半个人影都是没有看见 若不是那些打斗痕迹还存在的话 林洞都会以为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了 好像是一个阵法 小雕也是在此刻觉察到了有一点蹲宁 他在林洞肩膀上凝心而出 目光四处扫了扫 无奈地道 真麻烦 最头痛这些烦人的阵法了 那 我们现在怎么办 林洞挠了挠头 难道这就让一只走下去吗 那迟早会累死的吧 我探测一下 虽然呢 我对阵法不在行 不过这木桩阵 应该也算不得太过高深 小雕摆了摆爪子 然后闭上双眼 紧接着 一股极为细微的波动 便是扩散而出 往前走三百步 探测持续了片刻 小雕再度睁眼 爪子指了指前方 闻言林洞也是将近将疑的 前走了三百步 然后看了看 依然没有尽头的前方 摊了摊手 问道 现在怎么办 别看前面 用手推你左手第八根的木桩 小雕说道 闻言林洞愣愣 玄机恍然 原本真正的路不在前面 而是两侧 眼前路啊 只不过是用来晃点人的 想到自己竟然 沿着通道跑了这么久 林洞也是不由的 翻了翻白眼 手掌 推向那第八根木桩 随着林洞手掌的推向 面前的木桩墙壁 突然自动的移动了起来 一条通道 便是出现在了 林洞的面前 好巧妙的机关 林洞按赞了一声 信不走近 这里面依旧是很多木桩墙壁 不过有了经验后 林洞也就不再慌乱 再度推开数条通道后 一座宽敞的训练场 便是出现在了 他的视线中 见到终于是脱离了 那木桩镇 林洞也是松了一口戏 走进其中 然后便是微微一正 因为他见到 在这训练场中 竟然是整整齐齐的 排列了不少的浮潰 看那数量 恐怕有着上百之多 这种没用的浮潰 再多也是摆设 林洞看了一眼 便是摇摇头 然而 就在他笑着 准备跨入这片训练场时 小雕的声音 却是突然响起 没见识的家伙 这些浮潰 可全部都是下等浮潰 其战斗力 可是不亚于 圆丹静大圆满的强者 林洞刚刚踏出的脚步 瞬间僵硬 然后头皮便是 猛然发麻起来 圆丹静大圆满的浮潰 而且还是上百个 他娘的 这不是有病吗 林洞缓缓地收回 僵硬的脚步 望着那安静的训练场 头皮发麻 我记得了